哼,兄弟们,已经要睡到下午了,昨天晚上因为太冷,所以说没有睡好 今天起床一看那个小流浪狗,竟然冻得直多说 兄弟们,要不然咱们想办法给它做个狗窝吧,起码能遮风挡雨 咱们先找找看,看看附近有没有东西可以做狗窝 哎,兄弟们,这里有白色的塑料布,这个东西正好搭在上面 然后呢兄弟们,这里有钻头,压一下,这些应该差不多了 就差最后一步,把钻头压在这里,OK了兄弟们,怎么样这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我估计兄弟们,现在它绝对不是太冷了 住的地方现在确实已经搞好了,但是肚子有点饿,咱们先找些东西吃吧 不过昨天那个三眼龙,直接过来把我的锅直接给我踹飞了 现在锅烂了一个大洞,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炖东西啊兄弟们 哎,那边的白色还不错,先沾一些 哎,兄弟们,我太难了,现在只能摘些野菜来冲鸡了 也不知道那只流浪的小狗会不会吃,先去煮了再说,走 现在我已经把菜洗好了,兄弟们 不过这一个锅烂了一个洞,也不知道漏不漏水,先生火再说吧 火已经生好了,兄弟们,我估计加一瓶水应该不会漏吧 哎,兄弟们,一瓶好像不够,咱们再来一瓶啊 现在咱们把这些野菜全部丢进锅里,然后呢,我刚才还发现了一些香菜兄弟们 一块丢进去,可能好吃一点 不过呢,兄弟们,怎么一点香味也没有呀 嗯,对了,我现在去我奶奶家借一点盐 也不知道我奶奶还生不生火气 算了,不管了,先让它在这里炖着,咱们先去我奶奶家看看 兄弟们,到我奶奶家了 哎,怎么锁着门呢,我估计应该是没有人吧 咱们赶紧去我奶奶家的厨房,然后看看有没有盐 兄弟们,这个桌子上好多调料呀 哎,盐在这里,咱们赶紧拿着回去,别让那个野菜煮烂了,走 哎,兄弟们,火怎么灭了 不是,我野菜呢 是不是,被我捡的那只小骨给吃了 走,咱们过去看看 哎,不对,狗男兄弟们 是不是有人来过 哎,兄弟们,那里有个人 他好像牵着我的流浪狗 不是啊,他是谁呀 可恶,给我站住 别跑,把我狗还给我